男子上半身打赤膊 怀里搂着一名女子 底下简讯文字写着 你的态度决定我的操作 恐吓意味相当浓厚 联合医院近期超过300名医师 都收过类似黑函 原来犯罪集团利用AI技术换脸 将医生的照片合成不雅亲密照 借此威胁受害者汇款 不少医生都神受其害 与待恐吓的说呢 他们有收到这个照片呢 然后这照片呢 有行人是已经准备要跟媒体爆料了 医师呢的电子信箱 都是公布在网路上 那我也是就是在我们的医院的 员工的信箱 电子信箱里面收到这封信 实际点进医院官网查看 歹徒疑似就是看准医生的照片 容易取得 而且官网上多半附有联络信箱 借此以利犯罪集团后续联络进行敲诈 该画面细流传于大陆地区的影音的截图 那已在大陆用于恐吓官员案件 这次套用到恐吓台湾医生 犯嫌所使用之电子邮件 注册于大陆香港地区 不止医疗圈打手其害 今年三月至七月 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 同样陆续收到恐吓简讯 警方寻线追查 发现信件寄出的地点 全部都来自中国香港 由中国犯罪集团 主导整齐恐吓案 后续也将持续追查 要避免诈骗黑函 持续散布 净新闻李方瓷王七样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净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